6月22日,据国内媒体报道,南京理工大学陈光教授团队在国家973计划等资助下,经长期研究,在新型航空航天材料、钛铝核心方面取得重大跨越性突破。 航空航天技术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和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叶片则是航空发动机中最关键的核心部件,其耐高温能力直接决定发动机的性能,尤其是推重笔。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采用了一种新型合金,替代原来的高温合金,制造了一款发动机最后两极低压涡轮叶片,使单台发动机重量、油耗、尾气排放、噪音等指标都大幅降低。 由于波音787飞机2007年试飞成功,成为当时航空与材料领域轰动性的进展。 陈光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在材料性能上实现了新的大幅度跨越,所制备的新型材料在声速性、屈服强度以及抗拉强度等性能都十分优异。 更为重要的是,该合金在900摄氏度时,性能依然十分优异,其持久寿命均高于已经成功应用于刚才提到的采用新型材料的每制发动机1到2个数量级。 报道称,为缩短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家已将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列为重大科技项目,并于2016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曹春晓院士指出,成功教授团队发明的新型合金,将成为能力从20-30摄氏度提高到150-250摄氏度以上,是重大突破属引领新成果。 这项关键材料技术诞生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 不仅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价值,有助于中国飞机有一颗更强的中国星,也必将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长期从事高温结构材料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元超研究员认为,陈光教授团队研制的新型航空发动机材料,属于金属间化合物研究的重大突破。 一方面,这种发现有可能应用于其他金属间化合物,引领新一轮金属间化合物研究热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另一方面,这种高速性为其真正工程应用奠定基础,具有重大工程意义,并指出该成果是中国原创,绝对世界领先,建议国家加大支持绿度,尽快完成该合金全面性能测试,真正应用于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叶片制造。